在距离中共十八大开幕仅剩一个月的时刻 北京政坛又传出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已确定裸退的消息 但前提是江泽民必须彻底退出公共生活 在此之前盛传胡锦涛将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段时间 海外中文媒体8号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说 胡锦涛将在十八大裸退 但保留三大条件 一是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必须彻底退出公共生活 二让他保持过去江泽民退休后的地位 尤其在国际问题包括台湾西藏问题上保留发言权 三是温家宝退休后将保持国内问题上的发言权 包括对六四等敏感历史问题的处理 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政治分析家陈破空指出 当年的虎温新政无疾而终 就是江泽民等干政的结果 如果胡锦涛不想重蹈江泽民负责 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让世人嘲讽 裸退不实为上策 如果说胡锦涛退位 他逼着江泽民退出政治舞台 江湖都不要再影响政治 如果以这边来退位条件的话 我想反而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这个处境 因为中国政治改革必须结束老人政治为前提 如果老人政治没有结束 政治改革很难开展 但是时事评论员杰森马认为 胡锦涛裸退是政治对手放出来的风声 因为江泽民没有任何职务 在官方媒体上早就消失了 他已经没有资本和胡锦涛做交易 所以这是海外江派媒体降低胡锦涛微信的手段 完全是江派在打烟雾战 因为本身江派已经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权利 而所有的消息都是假的 那么以这样的通对功的东西 居然想创造出让人相信胡锦涛会裸退 这样的消息 本身来说是很荒谬很可笑的 曾任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的江维平则认为 胡锦涛留任军委主席有利于中国改革 稍早前江维平在媒体上评论指出 从目前中国的政治局势来看 如果胡锦涛在处理薄熙来问题之后 留任军委主席至少两年 那么必定有利于习近平和李克强接班 也有利于相对开明的党内改革派的力量滋长 进一步阻击左倾的二次文革思潮的干扰 进而可能开启规模空前的政治体制改革 六四将获得平反 英国金融时报今年三月透露 近几年 温家宝已在三次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中提议为六四平反 但是每次都遭到在场部分官员的反对 而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是其中反对最为激烈的官员之一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薄熙来的政变计划传言彻底改变了中国政局的走向 今年二月六号 重庆前副市长王立军携带机密资料出逃成都美国领事馆 引爆薄熙来和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策划政变的黑幕 美国媒体在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 率先曝光博州密谋政变丑闻 报道说他们拟定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新年后攻击习近平的计划 就是通过海外媒体释放出对习近平的各种指责和批判 削弱习近平的权力 然后帮助薄熙来接任政法委书记 薄熙来掌握武警公安系统后 使机许可时强迫习近平交权 中共当局宣布了薄熙来的六宗罪状 开除他的党籍和公职 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香港《苹果日报》和《明报》等诸多媒体都认为 这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和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联手的结果 一般分析认为 既然胡习已经紧密结盟 胡锦涛名义上是否全退已不重要 因为对中共政局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